佛圣 世界之光 经习说 应解的意解 应做的意做 应随的烦恼以随 事则明佛陀 兄弟们 这世界上若没有太阳和月亮升起 若没有光亮发射 若没有光辉照耀 则世间极其黑暗 黑暗令人慌张 既无白天与黑夜的区别 没有满月 若没有半月 更没有一年四季之区别 然而 兄弟们 这世界上若有太阳和月亮的升起 则有光亮发射 这世界上若没有光明 灭苦 灭苦之道 即是苦 杂 灭 道 因此 因此 兄弟们 你们应了解 苦 杂 灭 道 佛陀 佛陀 祂早就给我们一幅很清晰的图案 这时 这时正当西方希腊哲学开创时 哲学家希拉克利特 给予奥林匹克神的古宗教新的传识 这时 这时也正当耶利米传报一个新的信息 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 这时正当北达哥拉斯在意大利介绍轮回说 也是孔子在中国建立伦理说 这时 当印度社会崇尚神权 天启思想 自我苦恋 阶级心严 腐败封建 众男轻女 以及婆罗门支配一切可怕的时代 就在这时 人类芬芳的花果 佛陀出现于印度 他出现于圣言门 奉献生命追求宇宙真理的国土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在他的一生中 他推动了不尋常的影响力 他的个人魄力 道德威望 以及他对他所体静发烈的自信 使他得到众望所归的成功 他的生活 作为一个教师 佛陀使很多听他教戒的人各物 他吸引了贵贱贫富 识字的或不识字的 男和女 主婦和苦行 贵族和农民 他去寻找邪恶 同时顺杰和德性 也去寻找他 对所有的人给予他所发现的真理 他的门徒有国王 郡官 商人和富翁 核丐和娼妓 宗教人士和迷惑的人 当人们发生打斗时 他调解他们 当他们愚昧时 他启悟他们 当他们愤怒欲念焚烧时 他吸他们真理的提护 当他们悲惨痛苦时 他以无缘悲心 给予他们无限的慈爱 他无意再索造另一个世界 他是世间上的聪明人 他知道这个世间 他知道世间太多 他不再对世界的本质有幻觉 他不再相信人类的贪欲 可以获得满足 他知道世间不是为了人类的喜乐而存在 他了解有关世间的因果性质 他了解生命变化无常 他了解人们对世间的想象 和百日梦视无济于事 他不鼓励自以为是 想当然以的乌托邦想象 反而他告诉每一个人 可以改变自己的世界 内在主要的世界 那是每一个人私有的领域 简要的说 他告诉我们所有世界 是在我们内心 世界是以心为主导 而心必须要适当的训练与静化 他的教义是简易而富有心意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静其心 是诸佛教 以上四句是引法巨经 他教导人们如何跟随如痴 他鼓励人们自由思想 和自由思考 僵化的教义 僵化的教条 盲目的信仰 和种族阶级 这在他生命真理中 是不佔有任何地位的 佛陀的眼光中 所有人都是一体的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 来检证他所言所行 他确在哪个时代表现出了他的卓越 他宣示在信念上服务 在全教上牺牲 他中局 我们的生命从今开始向前迈进 这一生命开始 富有无尽的责任和义务 这些事从不依靠他人为我们做到的 他给予宇宙一个新的传释 他提出了一个永久的幸福 圆满成就佛道的新看法 他指出一条道路 是从有限而达到无限 这就是涅槃 从无边的痛苦世界 达到最后的解脱 他生逢2500多年以前的时代 然而即使到今天 他的深广教义 不止唯有宗教信仰的人所尊重 他本人也是无神论者 历史学家 理性论者 为世界上所有知识分子所清重 他们承认佛陀是一位觉悟者 解脱心灵和具有悲心的导师 法具经说 愉快是诸佛的起源